開會 今天的議程憲政總質詢 現在請各位同仁提督直詢 好 林一霞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秘書長 各局處長 本會的同仁大家午安 本期這邊第一個問題想請教縣長 就是有關南岡到高雄寒縣 富航的這個案子 我想南岡到高雄寒縣 我們93年的時候就曾經赤飛過半年 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富航的這個部分 本期也聽到很多鄉親跟我建議 包括嘉義以南的鄉親 以及加入嘉義以南 但是人卻在馬祖這邊工作的鄉親 以及馬祖的鄉親到中南部旅遊的部分 這三個面向 本期認為說他們都有這個急迫的一個需求 到現在本期從第一個會期到現在第八個會期 就是最後一個會期 一直都有提到這個韓線的部分 到現在我不知道縣長到底目前的看法怎麼樣 到底是不是已經放棄這個韓線的一個爭取 請主席財智行 請現場做答覆 好 請現場做答覆 非常謝謝林議員關心高雄寒縣的問題 我想就是馬祖的觀光 蓬勃的發展以後 就是怎麼樣增加運量 怎麼樣增加運能 一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但是因為現於我們機場 現在是特殊授權的移降機場 我們能夠離間的飛機以及機師都有受到限制 那所以說我們 雖然說我們一直積極的在爭取第二家韓公司進出 以及就是恢復高雄航線 那從這個過程中 我們不敢從民航局去拜訪高雄市市長 以及現在上個月我還陪同議長跟立委去拜訪 就是中華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以及華信航空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 因為目前就是國內已經有第二家韓公司有ATR的飛機 那目前在我們機場可以起降的只有ATR飛機 那目前就是華信有進來五價 就是明年預計增加到九價 那我們去拜訪這個華信航空公司 跟拜訪就是中華航空公司 他們對於這個馬祖這個韓信 他們是非常的有意願來進駐 那即使我們在這邊來 有意願 是有意願 有這個意願 對 但是目前他們最大的困難就是 因為我們機場是特殊授權的一降機場 就是一降就只有正機師正駕駛才可以降落跟起飛 那目前就是ATR的機師是全球都非常的缺 那他們一直想辦法克服這個機師的問題 那基於飛安的安全 那我們也了解他們有這樣子的意願 但是現在面臨機師不足的問題 正在加緊的來克服這方面的一個機師的不足的問題 如果說能夠克服機師的問題 他們就準備要進駐就是我們馬祖的航線 包含就是高泉跟馬祖的航線 那民航局跟交通部的態度也表示 就支持跟開放的態度 那我們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來努力 希望說能夠克服這方面的問題 盡早有第二家航空公司進駐 那也一起恢復高雄到馬祖的航線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進一步了解 剛剛現場所提的就是機師的問題 那機師的話非馬祖航線 這可能是一個特殊的一個機場的航線 難度是比較高 那我不知道這個機師到底要 需要經過什麼過程的訓練 才能夠符合這個資格 是不是這個部分我們要做了解 另外剛剛現場所提的就是一個華信航空 華信航空現在目前有九架式的飛機 有跟外國公司航空公司租任的三架 還有購買的六架總共是九架式 可能都陸陸續要進來 預定到2020年到明年底就可以全部進來 另外還有那個遠路航空公司部分 也是引進了四架式 也是我們同型的AT-272型的 等於說現在目前有十三架式的飛機 都是最近這一兩年才引進來了 其實這兩個航空公司也都可以接觸 除了華信以外遠東航空公司 我不知道現場這邊有沒有再接觸 遠東航空公司我們也密切的注意 我們也曾經拜訪過遠東航空公司 但是我們評估就是目前的各方面的條件 以及成熟度我們覺得說華信的機會是比較大 這方面的能力也比較強 那我們雖然說我們也拜訪過遠東航空公司 也拜訪過他們的總經理 我們也去他的總公司拜訪過 但是我們目前積極的覺得說 當然我們也會歡迎華信來 不是遠東來 但是目前機會比較大的應該是華信 對 那剛剛本機器所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機師訓練的一個過程 必須符合什麼條件 它機師訓練過程有一個很農場的訓練過程 那華信航空 中華航空也有一個模擬機的一個準備 但是他們目前的想法 最理想的狀況是增加這個ATR的一個政機師 或者是有非馬祖機場經驗的一個政機師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領導之下會比較快成熟 那這方面就是我想華信 中華航空他們在努力之中 他現在華信也沒有告訴我們明確的時間 當然什麼時候可以 因為這個有一些變數 我們是希望說明年 但是他並沒有肯定的給我們答覆 他們覺得明年以現在的機師的狀況 是困難度非常的高 但是他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對 現在目前就是沒有確確的這個時間表 給我們 是的 是不是這樣子 目前還沒有辦法設定一個明確的 那現在等於說我們也能做的就是 我們人家線能做的就是只能說盡量來爭取 是的 我想我們這邊建議信長希望能夠利用各種的場合 各種的管道 也運用各界的人脈各種關係 要集中所有的力量能夠極力來爭取 是的 畢竟這個航線我們之前有試航過 不是沒有飛過 有試飛過 當時只是當年試航的時間是半年的時間 而且是淡季並不是萬季的時候 我希望說如果說未來 航空市它當然是將本求力的一個考量 想說搭載率的問題 我想如果說一整年來算 我想我們這個搭載率應該會 絕對會超過八成 像台中甚至北竿清產都已經超過 將近八成 北竿清產有百分之七十八 那個台中的航線也已經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南竿更有九成 我想如果說這個部分 如果一整年來算的話 應該是可以超過這個九成 我想以後未來他們航空市 非得意願可能就會提高 這個部分我希望學長這邊能夠 極力來爭取 謝謝學長大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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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我這邊想請教 請教公務處 就是本期在工作報裡面也提到 有關於中小學生 中小學生學童上下課的一個安全的部分 現在各校上學跟飯學所經過的道路 有一些是經過一些交叉 四叉路和五叉路等等 很多的道路馬路都沒有護廊 另外就是所謂的警示標誌都不足的部分 如果說如果今天碰到價值違規 行車速度比較快的 或者小朋友在飯學途中 稀息然後有一點推擠 這個東西都造成小朋友 安全上一個很大的威脅 本期在工作報也提出說 希望公務處能夠 因為這個是很像結合的部分 希望公務處除了本身這邊的問題以外 當然還牽涉到學校教育處以及交旅局等等 各單位的一個怎麼樣來合作 把這個部分能夠做一個加強 我想明年的這個 我們明年這個人本這個計畫 以及這個所謂的生活圈道路的部分 這個經費都蠻多的 希望是明年是不是能夠優先來考慮這個部分 請處長座說明一下 好 請處長座說明 主席 謝謝 學童安全 關於這個人本環境的執行 那我們其實 我們在上次工作報有跟以前有人報告 我們會請交旅局還有這個 教育處一起去會看 我們現在這幾所學校 到底在學童的行進的整個流程 是不是安全的 那如果說我們用到 希望我們那個人本環境能夠 能夠益助 能夠把它做得比較完善 讓學童的安全 行得更安全 我們會 我們會爭取相關的經費來施作 那這個 這個工作我們建議 我們會後 大概或者 我們會跟交旅局跟教育處這邊研究 各個這個學童出入口 我們會用人本環境相關的經費 來益助 讓它做得比較完善 謝謝處長答覆 這個時間上可不可以 要更明確一點 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我們找個時間 大概 11月初好不好 我們找個時間 跟這兩個 一個局一個處的同仁 我們互相去會看一下 11月初會不會太久了一點 希望這個 這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內 我們去會看看看 大家先討論一下 然後看怎麼樣 再去限定去會看 像那個街頭國中小 以及從政國中小 一出大門就是一個入口 馬入口 每次都看到都顯像黃身 學童的安全 我們一定要非常重視 謝謝 謝謝處長答覆 另外第二點我想請教處長 就是有關於這個 水溝蓋板的部分 其實這幾天 我們同仁也討論過很多次 水溝蓋板 因為一個是環環系統的問題 還有一個保護期的問題 我想都討論很多了 那本系這邊想說 到底我們也沒有思考過 這個水溝蓋板能不能地下化 我記得我們一年半前 一年半前我們到蘭崎去參觀 當時蘭崎它那個公園附近那邊 所有的那個水溝板都是地下化 所以說等於說 它那個汙水坐在底下 然後有汙水冷孔蓋的部分 它就是用那個蓋板 這個用一個移動式的蓋板 把它蓋上去 然後整個看起來就是跟路面完全一樣 就沒有打滑這種危險發生 當時我記得本系這個 還把這照片還提供給你們公務處 已經一年半前的事情 那現在你看 現在每次 每次我們通常都提 每次那個一下雨 然後這個摩托車就打滑 就摔倒 機車摔倒了 這個相信非常多 這個部分能不能做確診來檢討 如果說現在 如果說現在目前就目前的狀況 因為目前的水溝板都在跟路面是平起嘛 那未來這個如果說 你現在目前就有的目前道路沒有辦法改善 那只能說以後未來新的馬路的部分 以後設置是不是 把所有的廣路能夠地下化 馬路部分就是馬路 不要把那個蓋板放在那個 跟那個馬路的平面切一起 這個部分 你們做得到 謝謝議員 有提供那個爛起的相關的那個蓋板設計 那那個設計其實有一點專利 第二個那個設計也比較像是公園 不像是有重壓的這種道路 那現在我們就是如果碰到 昨天副議長也問我們說 我們碰到如果真的要及時改善 我們會用開口契約的廠商 把它變成一個指滑的蓋板 第二個就是我們會在11月中之前 會把所有的大部分的道路的節水溝 我們會做一個檢討 然後爭取明年這個營建署補助的經費 道路品質改善計畫的經費 把它做全面改善 比如說我們最近剛改善的 就是中山門到馬崗 它是雖然是本來是一整段的 就是我們用間隔式的 間隔式之後 然後每個間隔都用指滑的這個蓋板 那這樣的話就是 人在走或者摩托在走 或者車子在走 它會有選擇性 也不會超越另外一個車道 同時它在壓的地方是在混濃土上面 就不會去壓到車道 所以我們都在檢討 然後最近那個昨天 副議長也有提的這個卡列運輸廠下面 我們也今天下午我們同仁也去會堪 跟開口一些產會堪 就把它整個換掉 換成指滑性了 所以我們也在不斷的檢討區域 今天早上我們同仁還跟我講 人愛斷了 人愛斷從這個147下面一整個結水溝 跟要轉彎馬抱進去那個結水溝 我們通通在這次的開口氣水 也通通把它改善掉 也就是說我們會考量結流面積 跟實際的人型 跟人本的觀念 讓這個結流溝 雖然可以結水 也同時兼顧安全的情況下 讓結流溝做得更完善 那我們不要說今天冒然把全部都把它弄掉 通通把它弄掉 有可能未來會有淹水的問題 因為水經過混泥土 混泥土並沒有吸水的效果 但是混泥土要想進入到下面的暗溝 要經過結流溝 但結流溝我們不需要說一整片 整片的話 因為平常用到的時間不夠 但是至少有結流的效果 我們用隔渣的方式 讓這個結流溝能夠到下水道去排走 不要進入村莊 謝謝廚長答覆 剛剛廚長也提到就是有關於那個 那個水溝根本地下化的部分 現在目前就目前的 我們這種條件還做不到嗎 是因為考慮到馬路 那個重型機具的這個問題 不是 是結流問題 結流問題 因為我們是混泥土 未來新的馬路有沒有可能地下化 這個水溝蓋板地下化 有沒有可能做得到 我們的材質跟爛崎的材質不一樣 爛崎的材質可能就不像我們是混泥土的路面 爛崎有可能是釐清混泥土的路面 或者是那個 我想以後有機會 希望村長去那邊參觀一下 我們會演繹 爛崎按理說應該已經是三線的城市 都能夠做到這種地步 我想我們馬路應該是可以走在人家前面 對不對 另外你剛剛說那個所謂接手溝 當然你除了做防滑的一個處理以外 當然本身排水的系統當然不能夠 不能夠受到影響 這個一定是要這樣子 對不對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逐年來編預算來處理 是 謝謝廚長的答覆 接下來我這邊再請教衛福局 就是有關於空中緊急醫療救護指針機的部分 我們今年跟新的產商簽訂這個合約 是什麼時候開始執行的 請主席才行局長做說明一下 請局長做說明一下 好請局長做說明 主席謝謝林議員對我們空中緊急轉整的關心 今年是由林天航空接受新的合約 那在8月1號正式開始由他們來接受 那目前從8月1號開始到現在已經實施兩個多月了 目前實施的任務狀況是怎麼樣 能不能做一個說明 目前已經有送11位病患 那整個轉整的過程 到目前為止都還順利 有沒有利用夜間的時間來後送 夜間也有 夜間還是可以執行這方面的任務 可以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說盡量在 就是避開 避開半夜到第二天凌晨這一段時間 因為非常的關係 我們有特別跟院所的同仁講 就是盡量避開這一段時間 是 就本系瞭解現在目前的機型 是私人桌的意大利 阿吉斯特AW169型 聽說號稱是空中的勞斯萊斯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本系沒有看過 這個部分 那本系這邊質疑就是說 我們這個今年8月6號 金門也是 也是金門是跟哪個航空機簽約 其實他們 菲特利吧 金門是菲特利 可是林天跟菲特利是共同投票 共同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合約 我們是跟澎湖激情是一樣的 跟金門 跟澎湖一樣 金門是另外一個 金門是用噴射機 對啊 金門它是用那個 那個菲特利的噴射式的轉機 對 那本系想說 好 金門8月6號發生過 因為沒有辦法搭載 救命的所謂的 主動賣內氣球棒譜的儀器 造成一個鄉親候選的同事 因為很多 這個儀器沒有辦法上飛機 因為餐門太小 沒有辦法上飛機 然後造成因為延誤送醫 然後他們五個小時 他們在五個小時之內 他們請空中行 請務隊來支援 結果 因為延誤時間造成這個 該名的患者 造成傷亡 我不知道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這種機型 跟金門是不是類似 會不會發生這種 同樣的這種狀況 請做說明好不好 跟林元寶 我們的經理是 用緊急醫療指針機 那整個結構跟 餐門設計 跟噴射器是不一樣 基本上他們噴射器的餐門 是比較窄 那我們直升機的設計 無論是單架的上下 儀器的進出 目前都沒有問題 他這個 因為這個病患是 因為心肌梗才需要後塑 所以必須使用這個 所謂的剛剛我講的是 主動賣內氣球那個 那個棒譜 就是類似題外區 那心肌梗塞 如果這個心肌梗要用這個儀器 那其他的這個病況 需要什麼儀器 這個儀器的部分 這個跟飛機上面 怎麼樣去吻合 會不會影響到 因為他們太小 沒有辦法進去 儀器太大 還是有沒有這個設備 這個部分 有沒有做考慮 我們現在目前哪些 哪些的病況 必須要什麼儀器 我們現在目前限定院 都有這個方面的設備嗎 市長 緊急醫療指針機 事實上 民航局是有規範 就是說在指針機上面 有需配備哪些急救設備 都有規範 所以我們的緊急醫療指針機上面 包括呼吸器 那些相關的那個急救設備 事實上已經動 那為什麼金門這個案例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狀況 什麼原因 你怎麼知道 是因為他們的 儀器沒辦法散去 對 他那是心肌梗塞的病人 對 那狀況還不穩定 一般來說 我們是希望說這些病患 危急的病患 最好是穩定之後再上級 會比較安全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金門 金門的事情 我們當作我們的一個借鏡 是怎麼樣 我們要盡量去預防這個事情的發生 會會 不要造成這個遺憾 我們每年花了那麼多經費 就是因為要警機當中能夠救命 救到我們相信的 生命財產這個部分 非常重要 好不好 謝謝 另外我這邊再請教局長 就是有關南竿公託 南竿公託育的部分 那個縣長在施政報告裡面 也提到說 有關南竿公託的 我們現在目前的 這個招收人人數是27名 但是跨 現場的施政報告27名 但是跨施35名 這什麼原因 是預期說 因為現場施政報告是10月份 那預期是11月份 就可以遭收到35名嗎 還是什麼原因 是我們原來預設 就可以收到35名 那現在目前有多少人 現在公託的部分 但目前大概都會 大概收拖在34 35之間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會 現在目前都已經忙了 有時候會到那個 接受服務 都在34 35 有沒有人想入拖 然後現在目前還 因為額忙 然後沒辦法進去的 目前有沒有這種 目前是有 還有兩位家長 有在登記 還在登記 有登記 是因為額忙 那你現在如果額忙 現在準備要怎麼做呢 後面如果人數 人數如果說有增加的話 你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會先做 已經在規劃說 內部空間的調整了 怎麼調整法 在哪裡 因為大同是複合室 那三樓以上是老人安養 所以三樓以上是不適合的 目前是只能說往 現在的公托是在二樓 所以目前只能往一樓延伸 我們一樓還沒有空間 現在目前 一樓目前 一半是日間照顧區 老人家的日間照顧區 那另外一半是 我們大同的行政辦公區 那如果說增加幼兒的話 人數的話 那個幼兒跟那個 失資的比率 需不需要增加這個部分 需要啊 因為他是有一定的比 那如果說你增加 你現在準備 有沒有計畫說 要擴充到什麼 什麼什麼程度 目前 之前 像議員剛剛說的 所以說27名 也就是因為他那時候 那個保母失資沒有聘期 沒有聘期 所以他如果說要多收拖的話 他必須要增加 增加保母老師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 你還是要做一個了解 到底現在目前有哪些 哪些的幼兒想入託 沒辦法進去 因為你額滿了關係 還是要做一個進步了解 是不是有擴充 比較緊急的 要擴充的一個必要性 這個必須要做一個 一個通盤的檢討 才對啊 是不是 我們有在規劃 好 謝謝 我現在這個部分也要注意到 謝謝局長 答覆 另外我這邊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請教就是 有關於濫情碼頭部分 我想現場也了解說 預定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可以通行 本期這邊想 想進一幕了解說 現在目前 我們是不是應該先行 先把這個前置的作業能夠先行 先演一妥當 到時候明年開動的時候 就不至於耽誤到任何的一個死效 這一點能不能請主席 才是請現場說明 主席 好 請現場做答覆 非常謝謝 就是 臨員關心 就是濫情碼頭的進度 那的確 為因應濫情碼頭的完工 以及未來開批濫情航線 我們所做的準備 一方面 就是我們跟福州市政府那邊 做了一些意見的交放 以及一些準備的工作的計畫 另外我們內部 我已經請我們交流局的局長 在準制局之後 我們就會開一個專案的會議 就各部門因應濫情寒線 大家各部門準備的工作跟進度 大家分工做相關的籌備 現在所做的專案會議是針對我們縣政我們內部 十二月份不是有一個兩碼會談嗎 駐龍會談 那個會談我們會照著進度去舉辦 但是我們內部 我們是希望各部門 我們是希望各部門 就我們各部門 所準備的工作跟目標 先訂定一個計畫跟這個 騎乘 引應濫情航線開通以後 相關的準備工作 這個部分我們內部先做好相關的準備 然後輪馬會談的時候 我們會就相關的問題 會做再進一步的一個延商 那就兩方準備的一個行動 再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我想現在應該都先有成組了 這個部分 那本期這邊的建議 希望能不能夠跟陸方那邊爭取到 再爛起碼頭 爛起碼頭的客運中心 能夠爭取一個平台給我們 像比方說我們可以行銷馬祖 還有賣一些馬祖的產品 因為那個客運中心非常大 我想現在也參觀過好幾間平 我們希望以馬祖的名義 來跟它爭取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爭取得到 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納入討論 那上一次跟福州市政府 討論的裡面有一個項目 就是說我們旅客下了一個 爛起碼頭以後 由旅客中心到門口 希望就有公共的運輸系統 比如巴士直接到機場 或者是福州市中心 就不需要再去走到外面 或者另外的那個 特別是轎車等這方面 這個部分他們也列入討論 剛剛議員討論說 就這個旅運中心設立 就是馬祖的相關行銷中心 我們也會列入這個討論 希望能夠列入考慮 我跟他們建議看看 我們也可以行銷馬祖 馬祖的產品 還有馬祖的各方面旅遊 觀光旅遊的一些 一些推動怎麼樣 這樣子我想是 剛好有這個機會 謝謝信長大副 現在請坐謝謝 謝謝 好 周議員請發言